這個理念他是來自於說 因為他得到歧視勳章之後呢 他覺得這個上帝賦予他的這雙手呢 其實是他的一個可以說是禮物 也是一個天賦 也因此他看到創世紀政府話的時候 他有所感動 他把這樣子的一個雙手刻在這邊 那這個雙手他其實有更深層的海韻 當然剛才有提到藝術家他水晶教科士 他要用他強壯的雙手去創作作品 當然在很多的時候 不管是像各位媒體朋友們 你們在報導的時候 你們需要用我們的雙手去創作 或者是攝影大哥 你們需要去拍照 甚至是爸爸媽媽去那種溫暖的雙手 他覺得雙手對我們的這個人實在是太過重要 也因此呢他刻畫了就是把他的這個感情 注入在這雙的我們講說看似簡單 但是卻不簡單的這雙手裡面 而這個手呢他喔他有特別提到 其實他在變換他的刀頭當中喔 他的每一公分他幾乎要變換 他的那個刀頭看最小最少 大家可以去看 他最小不到一公分 他說這每顆大概五公分 六公分四公分三公分 每差一公分對這個影響就很大 因為他在外面的時候呢 他是呈現他們第一次有這個三角形的造型 所以當我們在視覺在看的時候 我們會受到他的觀賞面的影響 而呈現出不同的深淺變化 也因此他在創作後方在雕刻的時候呢 他刻的非常的深 而這個越來越深的時候呢 他就要一直不斷透過這樣子的變換刀頭跟創作 才有辦法達到像現在你們看到的這樣子 如此這個我們講說生動的一個境界 這也是為什麼今年的這件作品 會受到大家很多的一個人的喜歡 尤其是我們在台南有很多的企業主 在台北也是 很多呢我們自己有事業的人呢 他們覺得這是有一個傳承的一個涵義 而且這是他們辛苦打拼的一雙手 所以他們認為呢這個Laser大師呢 不只是刻畫出一道水晶的作品 更是呢表達出他們這個深埔中創作的一個情感 跟這個他來自於他工作的一個動力 這個稍微跟大家補充一下